以色列與亞聯酋同意建交之後 兩國首條商用客機航線開通 在特拉維夫、本古里安機場 美國白宮高級顧問傅什納 和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最同以色列的代表沙巴特 登上機身寫上和平的客機 出發直飛亞聯酋首都阿布什比 展開一連兩日的行程 三方將會在當地會談 商討簽署建交協議 阿拉伯罕協議的安排 並探討在商業和旅遊等領域合作 以色列希望定出日子 最早下個月在美國華盛頓 舉行協議簽署儀式